香港现在就是让你老老实实跪在地上 选李家超当特首 李家超选上他特首以后 香港就会松很多 病毒也会很少 核糖核酸会很少 就这么简单 香港很快会过去这一关 会马上有一段很轻松的热门 那么香港的很多战友 我再说一遍 随着李家超的当选 你们的噩梦很快会过去 就是现在这个核糖核酸的噩梦 共产党的噩梦还得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战友 很多发信息 说七哥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说这个共产党 这个竟然能把这个无人机卖给台湾 很多人不相信 台湾同胞 记住我记问七哥说的话 我愿意为我说的话 负一切法律责任 我可以对着所有台湾的同胞 还有这个蔡英文 这个现任政府 包括美国政府 我可以跟你们肯定地告诉你们 共产党把他的无人机 卖给所谓的澳大利亚公司 澳大利亚公司在卖给台湾的军方 所以有本事 现在台湾你现场去确认 你们接的无人机 是不是是无国产的 多容易啊 这事关台湾人民安全的问题 这做一下不就完了吗 多简单的事啊 对吧 台湾这个事情 它不是那么简单 无人机能卖给台湾军方 这已经不是那么简单 是无人机的问题了 是整个台湾系统 是整个台湾系统 兄弟姐妹们 不信你就试试看 好